繼續來關心來自港議館議會的消息 港議館社會局今年8月 發行社工人員做事業家保安在個案的案子 拿出桌子強迫的事件 港議館王英軍在議會定期會館前總結順時 要求社會局重視社工的人身安全 提供公布車以及因面的停車為頂點 港議館社會局長有件事標示 港議館社會局長有保全禁止 公布車、車位以及計程車規定 會讓社工人員來申請修容 各議館議席鄉關西南主 登記對雞翱加勃 強迫雞翱在後頭出 各議館社會局社工協助安在雞翱 八月中旬已到社會局來對面 他們沒有人在哪裡 順目沒有人競然拿出桌子強迫 到處是金莫拉樹堂 要跟警方當局預賤 比台北後比吉利資金 那因為他有個個性感是 他比較有機器侵害的一個事實 所以我們有申請機票 那機票以後就是預計 現在在機票中 那10月26號還在起案 以往往英軍政委 若是有內施的特殊警控 社會局應該向社工優先輸用公務車 提供地下室關西進出的 因物停車為頂頂 提供社工比金總 為益人心安全 在特殊的案例 譬如說這種已經都上報紙了 這種已經都遲高在社會局揮舞了 像這種特殊案例就應該 首先在那段期間讓他使用公務車 或者是提供一個 可以讓他私人轎車停車 進出都在社會局大樓內 不要讓他的私人轎車被盯上 我覺得這是第一層的保護 年度每月的預算 到社會局會有安全的預約 這個也在每年預算 從每年預算 由建人標示 已經跟社工進行了解 需要協助的保護 社會局提供家人車緊貼 提供社工申請 那是有特殊的進行 公務車以及停車位 會優先向社工修容 未來將有保全進出 水星新聞 張來信 嘉義官 蔡荒報道